大家好我是優哥 這一集是我們要來介紹 刀鋒寶貝我目前 2017年1月24號 所使用的 刀鋒寶貝奧義加上裝備 後面還會去測試一下 我們的裝備喔 先介紹我們奧義 這是我目前所使用的刀鋒奧義 其實 因為也是金幣不夠啦 不然我是覺得說 刀鋒就是10個 紅色你就放10個神劍 他前期就直接增加 32點物理攻擊喔 對刀鋒來說 這邊再 再說明一下刀鋒啊 他是要物理攻擊去疊他的技能的喔 並不是暴擊率 所以這邊紅色我不建議出 暴擊率現在是因為我的 金幣不足 所以只好用暴擊去 去 擴一下我們的盤面 好10個我是建議 這邊是神劍的 那紫色的話我會建議去 可能王座你可能可以出到 3-4個左右 去增加一下我們情形血量 或者是暴擊率都看個人 那一樣下面是放一下我們的 武器血喔 為什麼會放無理吸血 就是在我們裝備實測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一下吧 好 像我個人的話的奧義 都會配合我的出裝啊 去做一個選擇 並不是說看刀鋒寶貝適合哪一個類型 而就是一直往那個類型去發展 而是要看自己個人的出裝 去找出個人的習慣 個人的打法再去配一個奧義 再去配一個裝備喔 那綠色一樣是我們的 物理穿透的龍爪10個喔 好 我們這邊去看一下我的裝備還有實測吧 Let's go 好這邊我們一樣是找魔龍來做一個實測 為什麼會找魔龍不找凱撒 因為魔龍比較接近於正常玩家的血量 好不好 所以我們會去找魔龍做一個實測 那我們先看一下裝備 裝備第一件一定是鋼鐵長槍齁 鋼鐵長槍出法 我是直接就是 第一件我們先說一下 我們先把這賣掉 第一件打野裝 我們備戰絕對不要把打野刀放在我們備戰去佔一格的位置 所以我們備戰就是直接一個大裝六件就好 我們絕對不要把打野刀放在那邊佔一個格子 因為之後我們也是把它賣掉 現在我個人就是不喜歡刀夫寶貝把打野刀升上去 所以我一開始只會買這個 所以我沒差 那有些人可能會出 把他升上去就看個人 那打野刀接下來第一件裝備就是出鋼鐵長槍齁 鋼鐵長槍的習慣 我們看一下小裝我會怎麼出 一開始一定是可能大概到一把 接下來我就是短劍兩把 兩把之後直接合成角鬥式長矛 角鬥式長矛我們再去可能出 出到那個這個 有沒有 防禦先增加防禦 好不好 因為我們在 真的要衝塔或什麼都非常危險 所以還是要買 那再出到這個 直接合成鋼鐵長槍 那鞋子我一定是出完鋼鐵長槍才去做買鞋子 皮靴的動作 鞋子的話我是個人比較喜歡去出防禦啦 有些人會說遊蕩者比較好就也是鞋子也看個人啦 沒有特別說要特定的鞋子 出裝都是配了自己的打法啦 像我個人出防裝的鞋子也是到處跑 也不是那種農野習習慣的人 那我是可能法防務防隨便啦 那第四 再下一件裝備 我會直接上我們的天叢雲之刃 而不是先選擇殺蛋之風喔 天叢雲之刃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傷害 再往上疊一層 並且我需要它的被動 45%的物理穿透可以增加我們奧義龍爪 綠色的龍爪 本來奧義就總共加64 它還會再加45點的物理穿透喔 大概是100點 那你出了這三件有沒有 切毯完全切得動 ok的喔 切軟皮角更不用說了啦 那是直接切菜啦好不好 那我們的紫色是把吸血 所以我們殺蛋之風現在再出沒有關係 對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把你的打野刀賣掉 賣掉之後呢 你就可以可能復活戰甲啦 對不對 接下來你可能王者之劍啦 這都是可能順風或者是ok的狀態 有些人會說 大空寶貝要不要出防裝 防裝的話要出可能你會出到那個冬日 冬日 或是你要把這個賣掉 可能你要出再增加我們的這個 或者是這個 就看個人喔 這就是可能比較逆風一點的打法 可是這三 這鋼鐵長江 天叢雲之刃 鞋子 殺人之風 這四件是一定必須要的喔 一定必須要的 好 我們來 把我們剛剛講的裝備都買一下 這是備戰的裝備啦 錢不夠 呃 我最後一件會直接上這個啦 接下來我們就去找這個 魔龍所實測一下他的傷害喔 我們這邊只有開啟無敵 你並沒有什麼冷卻都沒有在動喔 一開始我們看到敵人嘛 先瞄準之後 來 普攻大概是1200左右的傷害 暴擊就變2400 覺得這傷害其實OK的 因為他主要 有些人會 這邊在提底點 有些人刀鋒寶貝也會出到聖劍 會出到暴擊 我這邊是完全不建議出暴擊裝備 為什麼 因為刀鋒寶貝他是屬於一個 技 我們是主要是玩他技能 再後期如果你真的收頭收得好 那個 技能是一直開的啊 你可以普通到的機會 可能不到10下 真的會戰 對不對 還是軟皮角啊 你會普通到的 你可能整個會戰 不會10下 好 不會超過15下 那你暴擊就沒有意義 所以暴擊是完全 個人不推薦啊 好 這邊是一樣玩技能的 是直接切下去 那你一套 就看你可以帶走對方多少的血量 所以你這時候就要 常玩刀鋒的話 你就要去熟悉一下自己一套技能 可以 大概會打出多少傷害 好 這邊啊 就實測還有裝備就 介紹到這邊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總結的裝備 Let's go 好 這邊是一個刀鋒寶貝的裝備總結 我們絕對 我不會把打野刀放進來 我們備戰裡面 去佔一格的 一個容量喔 我們打野刀這把賣掉就好了 那 一樣 鋼鐵長槍 第二件是鞋子 鞋子沒有一定啊 就看你個人的想法 或者怎麼出 第三件我會出到天總雲之刃 那第四件是殺蛋之風 其實刀鋒寶貝啊 他的鋼鐵長槍加天叢雲之刃 出來就非常非常的傻了喔 火草從邊都會 退你十步啊 看到你都直接退了喔 那第四件是 殺蛋之風 第五件我們會出來一個復活甲 還有我們的王者之劍 或者是你要把王者之劍改成 全能武器啊 或者是都看你個人 或者是你覺得說 尖利蜂呢 你要出坦裝 你可能換成 冬日 冬日戰斧 就看你個人怎麼想喔 但是前面這四件裝備是絕對 動不了 是必要 是必須的喔 或許你可能把殺人之風 你吃帶一個大順風 你不要出殺人之風 你把他改成全能武器 就看你個人 因為我本身奧義是加吸血的 所以他配上全能武器 我吸血量還是夠的喔 好這次的刀鋒寶貝奧義 加上一長串的廢話的裝備實測 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還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優格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